人类探索星空的脚步从未停止 未来人类必将前往其他星球 开展探索并长期驻留 放眼太阳系 目前人类已登陆过的唯一地外天体就是月球 火星是人类的下一个目的地 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对月球和火星的探索将是空间科学发展的重要实验场 除了环境不同 火星月球与地球的重力水平也差异很大 火星的重力只有地球的五分之二 而月球的重力更小 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 因此受到不同重力的影响 科学实验也会呈现截然不同的实验结果 直接将实验材料送上其他星球的成本十分高 借助空间站微重力平台 科学家想到了利用异星作用在太空模拟出不同水平的重力环境 这样只需将实验材料送往空间站 即可开展实验 由此 变重力科学实验柜应远而生 这是我们变重力科学实验柜 它有着比较卡通友好的航天员操作界面 上部分是我们装载有两台变重力离星机 这是我们变重力科学实验平台的主场所 变重力科学实验柜位位于天空空间站的梦天实验舱内 其中核心组件是两台转盘直径达90厘米的离星机 它们可以通过设置不同的转速 从而得到不同水平的模拟重力环境 重力调节范围覆盖0.02G到2G 每一套离星机布局了8个标准工位 能够支持8套实验载盒 同时进行科学实验 每一套离星机我们还配备了载轨的自动调节机构 能够给上面布局科学载和质量不同的时候 达到一个载轨的自动调节 达到整盘的这个平衡减小震动 为了满足长寿命和可靠性要求 工程师们还为每个离星机设计了无线传能模块 能够通过无接触模式 给每转盘提供300瓦功耗的传能 同时进行高速通信 作为公共支持平台 便重力科学实验柜能够面向不同领域 支持不同重力需求的科学研究 在空间站内 重力不仅可以放大 还能进一步缩小 要知道 天宫空间站并不完全处于零重力状态 极薄的大气 仍然会对空间站产生空气阻力 而且大气的扰动也会造成震动 空间站内遍布各种设备 航天员穿行其中 这些均会产生影响 高危重力科学实验柜正是为打造更接近零重力的环境而生 可以进一步将实验柜内的重力加速度减小到空间站内的千分之一 即百万分之一的重力加速度 从而保证更高精度的实验 不会受到重力的影响 高危重力柜位于天河核心舱 核心部件是一个悬浮实验台 采用双层结构设计 内层采用的是磁悬浮技术 外层采用喷气控制 既可以在实验柜体内进行实验 也可以在柜体外进行实验 在柜内模式下 内体解锁后开展磁悬浮实验 内体与悬浮实验台外体 无任何物理接触 独立漂浮在空中 通过电磁力 对柜体进行六自由度控制飘移 内体可获得比平台微重力环境 高两至三个数量级的微重力水平 在柜外模式下 悬浮实验台可以进行 更高微重力水平的双层悬浮实验 启动实验后 通过外体微推喷气 进行六自由度保持控制 与此同时 通过磁悬浮控制锁定内体 与科学实验装置运动 然后将其释放 悬浮实验台外体 通过微推喷气 精确跟随内体运动 即隔离舱内空气流动 等环境扰动 对内体科学实验装置的影响 实现长时间的 10的副七次方计量级的 微重力水平 大家一定很好奇 空间站不已经是微重力环境了吗 为什么还不满足实验的要求 到底是什么样的实验 需要更高的微重力水平 实际上 高微重力对物理学的研究 非常重要 有了它 就可以开展更精密的科学实验 提高测量进度 比如说 在高微重力环境下 科学家利用冷原子干涉仪 对原子进行加速度测量比对 可以对爱因斯坦 广义相对论中的等效原理 进行高精度的检验 这些都是基础科学领域的 前眼性研究 通过借助变重力实验柜和高微重力科学实验柜 提供空间站具备了改变重力的能力 从而让科研人员 能够在更为便利的平台上 开展更多关于重力效应专题的研究 助力科学家把科研的舞台 搬到更远的太空